那截止目前的话 其实我们四种形式 简单形式的关系代词 就已经学完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 其实我在A1的时候 都已经在A1的第35课 跟大家说过法语当中的从句类型 我说过关系代词 关系从句的话 也是法语当中从句当中最难立种了 那这种从句的话 大家一定要理解它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点的话 也是在法语考试当中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有关系代词 关系从句这个点 其实它就是一个形容词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大家看这句话 一个聪明的女孩 那在这的话 可能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个女孩了 我说这个 我们之前说过那个很聪明的女孩 比如说她现在 她现在的话 住在巴黎 那大家看这句话当中 intelligente 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 它在这干嘛呢 主要的作用就是修饰 女孩这个名词的 对吧 那当有一个形容词 我们可以直接去修饰 这个名词的时候的话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 一个简单句的表达了 如果我现在想说的是 这是一个聪明的女孩 那我现在想说的是 一个法语说得很好的女孩 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 再用一个形容词来修饰了 必须要用一个重句 因此我们就会说到 比如说 这句话当中的话 那在这的话 它的作用的话 其实就跟 intelligente 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形容词 它在组句当中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去掉 组句的话就是 女孩呀 那个女孩住在巴黎 什么样的女孩呢 那个法语说得很好的女孩 那因此在这的话 我们就会用一个关系带词 来引导一个重句 修饰这个女孩 作用的话 跟intelligente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key的作用 它在这的话 做的是我们的 引导的是 先行词 在这做的是足语 我们的关系重句 那现在假如说 我不再用这个key了 我们换一句话 比如说换成一个女孩 还是这个足语 还是这个女孩 什么样的女孩呢 我在 我很了解的那个女孩 que je connais bien je connais bien 那在这的话 她就是一个重句 我很了解的那个女孩 我很熟悉的那个女孩 我就是经常跟你说到的 那个女孩呀 怎么样呢 然后 她是住在 un habite un bari 我们看这句话当中的话 就换成了一个ke 这个ke的意思的话 在这就是 我很 做的是这个gonette 和这个词的 直接编语了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ke来引导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儿是一个形容词 跟endélision一样 ke引导的 跟endélision也一样 等于我们的主句的话 都是女孩住在巴黎 那我们再换一个 比如说 我现在想说的是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那个女孩 她现在住在巴黎 那我会说 他现在住在巴黎 那在这句话当中的话 其实它也是一个形容词 等于是 它的 它做形容词的话 其实 我们在这修饰的 等于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因为巴黎的话 大家知道 巴黎这个词的固定搭配是 barli de Galligan 谈论某人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等于 don代替的是 de Galligan了 那在这儿 关系代词 don的话 也是我们的关系代词 等于是引导后面的重句 也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看 它其实是三个形式 跟这个endélision的 主句都是一样的 主句都是 la fille a bite a Paris 女孩呀 住在巴黎 而我们用了不同的关系代词 这个形容词就变了 这儿就不再是那个聪明的女孩了 而是那个法语说的很好的女孩 住在巴黎 那个我很熟悉的女孩 住在巴黎 那个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那个女孩 住在巴黎 所以我们看 关系重句的 本质的话 是形容词 所以他们也叫 形容词性重句 那当然 比如说像 物这个词的话 我们一般就不能指人 因为它代替的是 时间或地点 比如说我们换一个 la ville 物 la ville 我出生的那个城市呀 非常的漂亮 我出生的那个城市 非常的漂亮 那在这的话 物就代替的是 我们前面的 等于前面的先行词的话 是vile了 什么样的城市呢 我出生的这个城市 我出生在这个城市 也是一个形容词 对吧 物等于引到前面的地点 在重句当中的话 做的是壮语 我出生在这个城市 其实是 je suive dans cette ville 对吧 那这就是法语当中 简单形式的 四个关系代词了 其实大家有没有 发现一个点 我们稍微往后面 延伸一下 大家可以试着 来理解一下 我们看key的话 等于做的是 一个足语 对吧 而k呢 它做的是 直接并语 这个动词的话 也就是不代介词的 don呢 代介词 但是这个介词的话 是de 那比如说 ne的话 u的话 它代替的是壮语 一般是一个介词 比如说don呢 什么这些引导的 做壮语的 那比如说 像大家看 像比如说 boncy boncy 啊 get close 想某事 想想象某事情 那在这的话 如果是出现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 用关系代词来代替呢 其实这种 就会涉及到 我们到后面会学习 在B1阶段会学习的一种 附和关系代词的形式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比如说 le projet le projet 一个项目 一个计划 Uguel U le projet Uguel Je pense est très important 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句话当中的话 我们看 其实 je pense 这个词的话 后面引导的等于是一个 我们的关系从句 等于还是这儿了 等于从句的话 是这个地方 Uguel Je pense 而后面这个 est très important 等于是我们组句当中的 位移动词了 也就是说 计划很重要 什么样的计划呢 我在想的那个计划 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儿的话 因为boncy 这个词的话 我们知道固定搭配 是boncy 想某事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有一个接词 大家看 用key肯定不可能吧 用key是直接编语 用动代替这是 德加名词了 内吧 一般是一个地点 或是那个物吧 一般是时间或地点 这个都不合适 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用到一组 新的关系代词 叫附和关系代词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所有的漏洞 法国人都想到了 我们在任何的一个点 都会缓缓相扣 根据语法 那在这儿的话 就会用到附和关系代词 附和关系代词的形式 有四个 Logel Logel 这些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就行了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话 会学习到 OK 那这是我们第九课里面的话 出现的关系代词物 和关系代词动 我们做了一个小总结 因为关系代词动的话 它的 德 这个词 用法比较多 就附带着 所有的这些 关系代词动 也成为了我们关系代词当中 最复杂的一个 所以大家在下面 做练习题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区别关系代词动 先判断 是否有一个 德 你能带进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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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